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蜜霜的小课堂 今天老师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光,光沿着直线传播 所谓光沿着直线传播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盏小小的灯 大家你们是否有发现当这个灯被亮起来的时候 它的光线是直直的,它的光线是直直的 并没有因为有阻碍物阻挡的关系而它们绕道而行 给直直的光线我们就称为光沿着直线传播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因素可以被影响 当然第一种我们称为影子的大小 大家不同的灯光从不同的角度被直射的时候 它们也会间接影响到影子的大小大和小 我们一起来看看当灯在我们的左手边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的影子是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当我们换成在另外一 side的时候 在我们的右手边的时候 同学们,你们会看到的影子会变得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一点 所以这个的情况是光源照射的这个距离 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影子的大小 物体影子的大小 当然下一个它也会影响的其中一个东西 是这个影子的形状 影子的形状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块木块 有没有? 好,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它们的这个例子 当光线在木块的头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的是它们的影子是直下的 它们的影子是直下的 当然形状也跟着长方体 当然形状也跟着长方体 但是当老师把光线换在另外一边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的影子 它出现在了它的这个桌子上 出现在这个桌子上 形成长长的影子 所以大家不同的光源照射的方向 其实它也是会间接影响这个影子的形状 除了大小它也会形成影子的形状 当然下一个部分我们来学的是 比较重要的这个地方 大家这个光的反射 是大家经常都会弄错的 什么意思叫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是当光照在这个物体的表面的时候 它其实都会反射回来的 它都会反射回来的 只是这个反射的情况 我们有分成两个 一种是表面平滑的反射 第二种是表面比较粗糙的反射 当然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 当表面很平滑的反射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这个光线 是很有规律的被反射回来 是很有规律的被反射回来 它是平平的很有规律性的 一去一回 但是当我们换在这个木块上的时候 它是表面粗糙的这个方式 它们的光线会形成不规律 它们的光线会形成不适合规律 一样 它们是会反射 但是它们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的规律 OK 有可能它们是一长 也有可能是短短 一长一短的来回 可以吗大家 好 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 大家很期待的部分是光的折射 当然大家 光的折射首先大家要很了解 什么是光的折射 光的折射的情况是 从一种介质进入到另一种介质的时候 它形成折射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这个物体好像被折断一样 好像被折断一样 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实验 这里老师准备了一个小水杯 还有一支铅笔 大家看看这个铅笔 有任何的折断吗 没有 并没有 但是当老师把它放进去这个水杯里面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大家你们会看见 它好像被折断了 是因为这个水的表面 让我们从旁眼看的时候 感觉它好像是被折断了 其实它并没有被折断 这一个我们称为光的折射 在水中的东西我们会看起来像被折断 也或者它突然被放大了 也或者它突然被放大了 那么大家今天老师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也谢谢大家的观赏 你们记得订阅我们 大家也可以Follow老师的这个Facebook 还有这个IG 理想教育补习中心 I do you do Cation Center 好 那么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